山西的吃货 堕的太太 从西岸出发 围着山西 钻上一圈 东腹的 西腹的 山南的 山北的 各有各的酱酒 各有各的味道 要像爹的聊 吃的颤 山西吃货 一定得看 山西吃货 爹边山西 开吃 秋天到了尾声 魏南人就这样迎来又一个早晨 在这里 悠闲生活的人们 不担心早餐的问题 因为在这个城市 可以作为早餐的吃货实在太多了 老丑和精精 今天一大早要品尝的 就是一道魏南独有的特色小吃 陕西吃货 爹边山西 大家好 我是晶晶吃的鸡 饿死老臭爹的咋 哎 叫你 我早上带你来这儿 是一个威南滴滴叨叨叨的 早上吃的吃货 一个早点是吧 早点 你这教我啥你 豆腐泡 豆腐泡 你没吃过吧 是我吗 怎么没吃过啊 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黄黄的 外面焦焦里面糯糯的那个 不是不是 不是 我是油炸豆腐泡 对啊 这叫豆腐泡摩 嗨 还有一个字呢 大喘气 豆腐泡摩 我觉得顾名思义 应该是泡摩里面加了一些豆腐吧 这也可以是豆腐里面加泡摩 老板 我来收拾吧 好 来啦 豆腐泡摩是魏南人的传统早餐之一 只有早上才能吃得到 对时间的要求 可以说堪比时辰包子 吃的时候和西安的羊肉泡摩一样 也是从掰摩开始的 这个摩不都没有 特别有嚼劲 对 这个一个是这个 这个猪奥斯塔的豆腐 很多 货族量大 而且特别热乎 吃完之后很暖和 对对对 魏南的豆腐泡摩 具体起源于什么时候 难以考证 有人说 是有了豆腐 就有了这吃货 到底是啥时候起源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这种吃货 只有魏南才有 不过美味有时候 也是很费功夫的一件事 作为早餐的豆腐泡摩 需要店家每天两三点钟 就得起来做豆腐 以保证天亮的时候 鲜豆腐可以出锅 满足那些 已经习惯 以这种吃货 作为早餐的男女老少 江江 不能光吃这 还要喝这个烙酱 这个叫老姜 有一点微微的就酸味 对吧 然后那个豆腐味特别浓郁 还有一点微微的 还有一点厚味 还有一点稍微有点酷 对不对 最厚味有一丁丁的苦味 对 这啥 这是个厚东西 这喝了以后 乱花雪果 还下火 下火 下火 就 要了吗 嗯 吃好了 老爸 喂 算账 你买单了 一万五块钱 一万五块钱 在先前交通不发达的时候 海鲜是很难运离这里的 所以陕西的厨师们 自古代就掌握了水发干海鲜的技巧 这样小小的一只澳洲进口的海鲜 经过三天的清水浸泡 去掉内脏之后 再加入温水 泡发四天 就和澳洲海滩边的原生海鲜 一模一样了 发过的海鲜 这次的搭档有些老土 叫做猪蹄 看得出来 这是一道正宗的内地菜品 确切地说 就是一道正宗陕菜 它有个响亮的名字 就叫做黄玉参呼蹄棒 这道菜从给海参鸡花刀开始 间隔一公分切一刀 但这一刀绝不切透 已经煮熟的猪蹄子 去掉大骨头 分成大块 这样的两样食材 搭配到一起的时候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味呢 热锅 凉油 制作海参的具体步骤 就开始了 在下入海参之前 就从锅里捞出 随之丢弃 大厨们要的就是那 弥散的香味 海参之后被放入锅里 沸腾的汤汁 立马包围了 这圆润润 胖乎乎的黄玉参 与这一锅汤汁一起 海参要在这锅里 用小火 微上三十分钟 海参出锅后 用几分钟的时间 猪蹄也被微在这汤汁里 大火收汁 而就这短短的时间 猪蹄已经被浸润的光滑而紧致 这是一条黑色 我觉得看起来像毛毛虫 这是从欧洲金库过来的 叫个黄鱼寺 它一个是营养价值稿 它在这个光滑里边 是拼着死最后的 第二 它的价钱也不费 价钱 让我先猜一猜 我觉得这个 说高点 一两百块钱 那跟你说 这干的汤汁 干汤汁都在这 就是一斤 一斤 一斤就得七八百块钱 咱只这一根 咱只这一根 就要金三百元 天呐 我一会得多吃两块 哎 你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我给你试看 吃这晚火 咱只要三 你看 这只要三 搞当东西 要骗着吃 那不能杀了豆腐泡沫 再买头光点你的 这要拼着吃 这才能拼出来的味道 我觉得吃起来是咸鲜可口 嗯 然后很浓的这种红烧的味道 嗯 然后吃起来这个海参 其实是加起来觉得QQ的 但是吃起来是特别嚷的嘛 哎对了 这海参法刀法不刀都干啥 嚷火不嚷火 再一个你还没有吃哎 这 煮蹄子 你看这个煮蹄子 你还要糊的好 嗯 糊的很烂火 而且你看 把这个脚炎蛋眉头糊出来的 而且这个捏捏的 软软糯糯的 嗯 嗯 特别软烂啊 像 啊 这就是 在山西道 传统的 名菜 叫黑色 胡蹄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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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